我们把磁碟放上去 看看它能不能吸住 你可以看到 根本吸不住 所以建国版GLC的引擎盖是铝合金的 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国产版的引擎盖 这孩子说的就都是表面现象 北京奔驰就是北京大切斗机克莱斯勒 引进过好多好的车型 但是北京大爷都给做坏了 最著名的就是切斗机 引进的改革开放第一项引进的项目 我去采访过 是新华社派我去的呢 我还采访过那个老总 切斗机也是给过我它最好的产品 就V8 4.7大切斗机 我把那辆大切斗机开到了印度 就是拍了一本画册 一个人的远行 还拍了一本画册 叫黄河的联想 那辆车是跟我去地方最多的 那个车当时有13项专利 但后来造着造着 切斗机 大切斗机 就全完蛋了 中国人喜欢奔驰 以为引进奔驰就变好了呢 现在是 哈德又认为把奔驰夸大到特好 边上还有好多这样的人 莫名其妙 用最大的钱 选择最差的选择 包括和我关系很近的人 你跟他说啊 他不听 是吧 他觉得你傻逼啊 只有 远来的东西可念经 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个车 说之前呢 我先说 你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实验室市长 这个人 1994年的时候 实验室 要递市合并 递市合并 要么保留市 要么保留地 地就是原来的地位 啊 刑署 两个套班子要变成一套班子 所以就得人得下台 谁下台 谁不下台 完全靠平分 分其中有一项分 就是上人民日报 上人民日报一下可能十分 当地实验日报的记者啊 叫小刘 现在小刘已经变北京人了 他媳妇是叫 现在叫火箭军总医院的心血管科的主任 那会是实验室医院的一个一个一个小医生 我那个时候就是海湾战争后遗症就住院 住在实验的防线的县医院 差点死在那 这两口子抢救过我 把我从神农顶给运下来 运到防线 又运到实验 对我有救命之恩 他们就说 能不能把实验 让实验室市市长无发运 正十分 我说很简单 我就拍了张照片 发在 我不记得是人民日报 还是光明日报 反正是中央大报 他就 他就没被 没被下来 那个人就下来了 当时实验 就是支持我们野人考察队 两辆东风牌卡车 因为实验是造东风卡车的 然后那考察队呢 实际上是想拿那车挣钱 开着车回来 路上就车毁人亡 我是闹鬼 突然发高手 根本就动不了 就坐不了汽车 所以我是破例 花钱坐飞机回来了 在相反的老河口机场 飞南原机场 我飞到北京的时候 就接到消息 路上那个两辆东风卡车 有一个翻车了 一死两伤 后来还打官司 后来这个实验室市长呢 就无发育 无市场 后来是中国汽车 什么委员会的主任 我跟他联系就不多了 三十一年前 我认识阎明复 阎明复的外 职的职子 叫盐培刚 盐培刚是总后的解放军 他就引进一个车 就是这个车 就是东风 叫东风汉马 实际上是山寨的 美国的那个汉马 这个项目 盐培刚就是领头的 总公司 声称师叫黄松 我都有电话 后来到了二零多少年 二零多少年 我不记得了 二零多少年 我给央视做军事节目 这个实验这个厂又让我去 就给了两辆 这是我去开这两辆中的一辆 因为这车呢是全手动挡 特别难开 就是一个卡车的变速箱 原来那个美帝呢 是6.2的发动机 中国呢 为了量产化 就换成了3.9康明斯发动机 变速箱也是 原来是自动变速箱 这个呢 就变成了东风卡车的变速箱 所以特别难开 然后它的一线 这是我那辆 你看贴着我的唐老家logo 这是我去天津 这辆车停在我们家门口 那时候呢 北京实在海是这样的 不像现在 这都开墙打洞 当时年是这样的 这是我那辆车 当时呢 我这小狗刚来 那就是9年前 我这狗现在我养了9年了 这是我开着这车 到天安门 这个车呢 有两个问题 第一它是柴油 北京不许上牌 第二它算皮卡 北京城中心不许上牌 所以只能上军牌 我给解放军做节目呢 每三个月到总政去换一次临时军牌 这是在天安门 这车很大 一般的停车场 停不进去 得占一个半车位 这是我把我小狗接回来 我开着这车去过 是烟台吧 刘宫岛 地道站去过好多地方 这个车呢 由于当时的产量低 我都说的是很早以前啊 是2012年的事 由于它产量低 所以它好多 好多那个 配件就没办法上流水线 所以它的材料就是跟原来的材料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要说 比如就那个大梁 大梁 我因为我不是懂技术的 大概要做 也不知道是上千条 才能上那个流水线 如果不够那么多的产量 就只能是不是流水线 另外材料也是 那个好像是鎂合金吧 鎂铝合金就会很轻 这个就是纯钢的 钢的就会很重 嗯 啊 而且造呢 基本上是手工造 手工一造成本就高 啊 这个厂不是军工厂啊 东风越野车 有限公司 你看这 就是民用工厂 嗯 都是扛扛扛打锤 啊 然后呢 人手工汗 这是我那个节目的政委 我们俩领导这个节目小组 我是司令 他是政委 这是矫正啊 你看一个一个个个 然后这车就是故障率太高 整天坏 嗯 废油 3.9啊 人家是6.2 发动机动力就小了 所以加油他不走 刹车他不停 另外原来的人家是 没铝合金啊 说车身就轻 现在我们老说是抗炸 结实 是 你是钢的 你还中了呢 是吧 所以他就是 刹车数不停 惯性太大 发动机动力不够 更重要的是 是变速箱 原厂的变速箱是自动变速箱 所以他有好多战术动作 比如悬停 你停在坡上 这是东风卡车的手动变速箱啊 啊 如果在坡上 你不会坡起 啊 你不绊脚离合 你这车就溜下来了 啊 不溜下来就熄火 咯噔一下 所以 呃 不是老司机开不了这个东西 嗯 但后来老得去检修 我就不开了 我就跟东风说 说您这太难开 太难开 东风说 那就 我们有另外一个 性能跟他差不多 性能都比他好 啊 就是没他好看 啊 呃 然后就给了我那么一辆 那辆是什么呢 呃 我带你看一下 啊 是 尼桑帕拉丁 尼桑造那个 那个什么东西 那个皮卡 和轻型卡车 是世界上最好的 啊 呃 省油 呃 是 中国国产的 最 经济的 越野车 嗯 就是这个 郑州日产造的 就是我从东风实验 往回开到一半 我不是从实验开到相反吗 由相反在 呃 进入河南 嗯 一到河南再开封 这叫巴拉丁 巴拉丁名也好 嗯 呃 而且可以上牌 因为它不是柴油 也不是皮卡 尽管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好的皮卡 但是我老了也不怎么开 嗯 也不好开 不好开 不是说性能不好 是它是纯手动的 嗯 两根变速杆 一个是分动箱 一个是变速箱 我这辆 呃 我开过三辆 一辆硬壳的 嗯 后来装了那个 卫星发射天线 是邓心利那辆 东风开了两辆 一辆是 呃 那叫 仙背式的 就是这样 后边是 仙背式的 啊 还有一个是 呃 呃 就是卡车式的 啊 嗯 我这车呢 如果说 呃 有过什么值得记忆的 除了做过两集 一集是地道站 还是做了一个刘工岛 就是 北洋水师的 我拉过两个重要的姐姐 一个姐姐就是林豆豆 我拉着林豆豆 去张开元他们家吃饭 嗯 还拉过一个人 就是卢伟他媳妇 裴小林 嗯 当然我早就不开这车了 现在据说这车质量特好 啊 呃 呃 但愿如此吧 ariat 什么样的 내